好 花莲县政府光是去年就接获了超过400件的人权冲突的通报 那么其中不少的风景区也存着流浪狗尖的问题 为此花莲县政府特别在七星潭等风景区来试办装设高音频驱苟气 如果试办效果好 未来将扩大来设置 花莲七星潭是不少游客及民众旅游放松的首选之地 但地广人稀也变成了流浪狗的聚集地 除了会吓到人 还增添了不少困扰 有的会追人 我们来这边割草我们也是头痛啊 为什么 他也会追你 不是 只有他们排的会卸物很臭 而且我们不是说只有用开的 还有用人工背的经常穿的围多多啦 面罩都是狗大变 喷到满身啦 花莲县不少景区都存在着流浪狗问题 县府光是去年就接获了超过400件的人犬冲突通报 为此农业处在近期也特别在七星潭等风景区 示范装设高音频驱苟气 驱苟气的原因他主要会释放出一个音频是狗听得见 但是是人类不会听见的一个音频 然后达到狗狗的一个比较害怕不会靠近的一个方式 县府强调在动保法的规定之下 只能用这种友善动物的方式来做驱赶 至于效果则要看场域状况 如果通报人犬冲突的案件有降低 未来将会扩大办理 记者徐立琴华联系报道